由赵露丝和杨阳主演的古偶剧《且是天下正在热播》中 虽然口碑两极分化,但热度还算不错 只不过很多网友似乎更喜欢看两位男女主在戏外的互动 纷纷表示真的超甜,好似小情侣 哈喽,这里是友谊说二为你带来最新的娱乐圈资讯和恩怨情仇 最近杨阳和赵露丝直播连麦,宣传《且是天下》 整整48分钟的直播 杨阳和赵露丝的CP感爆棚 悄悄说一句感觉比剧中更默契呢 特别是赵露丝生气骂杨阳有毛病这一段 完全就是小情侣互对嘛 为啥赵露丝会突然骂杨阳有毛病呢 这一锅杨阳得自己背 主持人本来出题让他们互画对方角色 没想到杨阳莫名画了一只愤怒的小鸟 它展示出来之后大家都不明所以 只有赵露丝瞬间反映了过来 杨阳没有选择画角色 而是画了赵露丝本人 话说让画角色白风吸 但是杨阳偏偏画了赵露丝 期间主持人一直Q的也是白风吸 但是杨阳全程都是露丝露丝的小者 意识到这一点的赵露丝又羞又怒 嘴里一直念念叨叨 表情也很不自然 围观网友都察觉到了这一点 更微妙的是杨阳的反应 被赵露丝骂了之后丝毫不见尴尬 甚至还反过来埋怨赵露丝 你不知道我要画的愤怒的小鸟啊 两个人之间的互对在网友看来 反而验证了赵露丝和杨阳关系不一般 这就叫被偏爱的有恃无恐 到这还没完 杨阳说着又展示了一张自己画的包子 此时赵露丝已经破冠破摔 要求杨阳好好解释一下 那个语气那个神态 网友表示赵露丝这是不带藏的了呀 当然啦其实没有藏的更是杨阳 简直就是泄洪现场 听到赵露丝让他好好解释一下 他立马就说 我想到你特别能吃嘛 弹幕区此时已经笑翻了 都说了让你画赵露丝的角色 你怎么满心满眼都是赵露丝本人呢 大概是看这么不收敛实在不行 杨阳身边终于有人开头提醒了一下 他才想起来改口网剧中的角色开始圆 还有耳聪慕名的网友注意到了他们互动中的一个神细节 杨阳在直播过程中似乎多次用鼠标截图 其中一次还跟赵露丝招手 示意他把画举起来让他截图 除了护画对方这个环节很甜之外 这场直播还意外暴露他们杀亲后还有联络的事 没少分享网络热梗 总之一场直播看下来可以得出 杨阳赵露丝关系最差也是私下的好朋友 这也算是推翻了网上之前的谣传 因为合作以来看似女方那边的炒作太多 杨阳这边又一直是不予理会的态度 加上新曲开播后 两人的合体营销也搞得比较克制 所以有不少观众觉得杨阳多少有点看不上赵露丝 两人合作并不是那么愉快的样子 然而让人有点意外的是 杨阳和赵露丝的小学生斗嘴现场 可是完全没有不合的迹象 反而是相当好了 好朋友之间误会解开本来是好事 不好的是 微博开放IP属地之后 明星翻牌变成翻车 有观众发现杨阳和赵露丝之前 翻牌粉丝的回应 也与两人所在地不符 明显是工作人员代为运营账号 做事正主敷衍粉丝的行为 这让不少观众大呼下头 连同对两人的新剧都有点抗拒了 而且祸不单行的是 最近且是天下又陷入了不少风波 第一就是抄袭风波 网友发现且是天下抄袭了赫立华庭 注意不是原著抄袭 因为这部剧跟原著的改动已经很大了 作者在开播之前就发文呼吁粉丝 书剧分离 当成不同的来看 显然也是在打预防针 没想到改动这么大就算了 竟然有的内容还涉嫌抄袭 罗敬里一同主演的赫立华庭 当时是多少人 为陆文西和萧定权爱而不得的爱情报哭过 然而时至今日 赫立华庭的许多名场面被照搬抄袭 就说且是天下和赫立华庭同样出现的 科考舞弊案 本以为只是编剧的想法雷同 只是这破案的过程完美的 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一样 就连台词也是完美无缺的高度相似 一整套流程下来是不是似曾相识 说不一样还真的是对不起编剧搬运的良苦用心 网友还放出了调色盘 明显可见两部剧在人物设定剧情发展都非常相似 赫立华庭官博也下场一段台词十分耐人寻味 一切文艺不可谓阴谋所用 一旦沾染精神全无骨气全无 几乎就是一个体面的方式 暗逢且是天下抄袭的行为 这件事情还没完结 抄袭事件之后 且是天下又陷入了虐马的风波 相信大家看到且是天下前面几集的内容 都会觉得场面宏大非常刺激吧 谁知道在拍摄的时候 却因为战马要被摔倒的镜头引起了争议 有网友曝光了且是天下正片镜头当中 马被绊倒的画面 从已经播出的镜头可以看出 为了达到剧情需要的效果 这匹马的前脚被绑住 在受到拉扯的情况下 直接向前扑倒 脖子几乎以90度的直角折叠 看起来非常惊悚 这位知情人透露 且是天下剧组为了一个镜头 在几分钟之内就有两匹马摔倒 这些马的腿 是用绳子被拉起来直接绊倒 并且这些马都是真的 因为假的成本太高 还摔不出效果 这些细节扎心了 所以当有网友询问 这些马是死是活的时候 知情人用了够呛来回应 画面曝光以后 不少网友对且是天下 目前的情况非常不满 大家纷纷对剧组的操作给予差评 许多网友们称 真的忍不了且是天下这部剧了 一地鸡毛不说 居然还这样虐待马匹 连女主角甩白铃都能用特效 怎么一匹马就非得要用真的 除了这些抄袭等丑闻 且是天下剧组也是抓麻得很 导演和制片的情感绯闻事件 也是备受瞩目 其实有网友发现 剧集海报上没有尹涛导演的名字 就连花絮中 他与主演交流探讨的身影 也被马赛克糊掉了 一时间引起了不小的舆论 还冲上了热搜 后来有传闻称 这一切都是因为制片人杨小培 和导演曾经有过恋情 但是后来因为南方毁约 导致女方不满 在这部剧还没有拍完的时候 就将导演踢出了剧组 不得不缝缝补补了很久 简单来说就是办公室的中年人爱情 双双约好离婚 结果南方毁约 女的离了男的没离 所以女方很气愤 尤其这个女方还是个 手握财政大权的女强人 紧接着导演又被指 跟且是天下里演丫鬟的一个女演员 在一起了 就是李若同身边 一直只有声音的一个丫鬟 杨小培十分愤怒 把这个丫鬟的镜头也全部剪掉了 据说本来这个丫鬟的故事线还挺丰富 结果被一剪没 只保留了跟别人对话的声音 导致观众看剧的时候还迷惑 为啥这个丫鬟没有镜头呢 是不是什么大boss 据悉这位女演员名叫张维娜 还出演了尹涛导演的少年歌型 网友纷纷表示 娱乐圈的中年爱情故事也是很drama呀 虽然此说法并未得到证实 但也不耽误大家被且是天下 七二连三的瓜给搞烦了 作为一部电视剧 无法用演员演技和剧组辅导化 证明实力不说 还总靠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件赚热度 虽然说现在不少的电视剧 都喜欢自己买黑热搜 吸引好奇的网友点进去 以此来带动收视和播放 但是有时候这种手法 却最终会得不偿失 果然且是天下频频遭吐槽 确实是有原因的 现在剧集还没有播完 不知道后续还会不会 带给大家新的惊喜 好啦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 请在评论区记起留言 与某肚东 我们下期再见啦